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老师关心 我很久没看到许老师 我是因为 对不对 他去打探的时候 我们都碰到 但是不是 不是关于怀孕的事情 我是非常实际的 打听他那个婚礼的 费用的问题 人又挺真实 这家伙一个人 在冲绳灯吃三千多块钱 对吧 日元了 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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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钱人当成要饭的吗 港币 所以你看大家 我怎么发现大家对你的 结婚一直到生产 都是保持着高度的兴趣 一直到现在 我的时间太紧了 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时间赶的 你看四五月的婚礼 然后我六月怀孕 到现在好像都凑着 完全造成一种奉子成婚的幻觉 没有 大家有这种幻觉 但是没有 小孩子出来的时间就知道他不是凤子成婚 这个感觉怎么样 又挺 这个我没怀过 就是说 我很想了解 我也想要怀的 我只能这样说 很难受 我就只能说 我上次不是说我要中大奖了 我觉得没有很舒服 你走路会觉得后腰坠的话吗 没有啦 我现在还 挺专业的 对对对我现在还四个多月 不是因为我老见那个孕妇啊 走路老是这么走 我是觉得她是不是对的 那七八个月了大概是吧 对可能到了七八个月 你难免会有 睡眠情况好吗 不好 因为你会变得特别想上厕所 所以你晚上呢 就会一定要起床一次 一到两次 对看你睡前喝多少水 因为它会压到你的膀胱嘛 难免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产后 我听人讲啊 一年至少一年 你都别想睡觉 这个母亲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这孩子起来两三次喂奶啊 这种 你会准备喂自个儿的那个 对对对 要亲喂 他们现在的名词叫亲喂 什么意思 亲自扑入啊 亲喂 亲 我以为先喜喂那么起 亲喂 喂喂 亲喂 对对对 这都是好骂 学来的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以后啊 这个内地就少去了 对吧 为什么 特别是少坐飞机啊 他们最近又提醒我说不准去北京 我说为什么 他们说因为雾霾要来了 雾霾是小事啊 小事了 你知道你要去成都双流机场吗 就是一个女的9月28号 我不知道这女的是不是个孕妇 她的头 这个事情发起来就是 她过双流机场 她突然发现这个安检门呢 跟她在广州机场见到的不太一样 但是倒也不用人拿着安检仪 那么给你磨磨弄弄了 就直接过这门 后来她说这是个什么机器啊 叫做若光子安检仪 好高级啊 结果这个事情闹大了 后来发现成都的这个火车站 甚至发现全国部分的这个场所 车站 机场 原来敲目声的 不让我们公民知道 你知道他都换了X光了 什么叫若光子 这就又一次说明了少数中国人在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就是X光嘛 但是他为了不引起你的恐慌啊 他们现在叫叫一个我看这个叫什么安徽 哪生产的 咱们得把他名字给给爆一爆是吧 就是说你看就是若光子 什么叫若若光子人体安检仪 所以这个严严女士才怀疑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以安检为名接受了X射线的这个辐射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这个照片 你看啊 按照这个国家环保法呀放射物质的有关法律规定啊 你要是有这个电离辐射这种照辐射的这种装置 必须有明显的标识 但是你看他基本上在后脚跟这个地方弄了 这谁看得见呢 对吧 然后你再往下看 这个好 倒是有人提出意见 他们倒是说老若病残孕应该少照X光嘛 结果呢 他们也说了说走人工安检通道 可是呢 给出来的理由又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啊是为了防止意外摔倒 哎 请老幼病残什么孕妇走人工安检通道 你这叫怎么回事呢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安徽的这一家这个企业 据说这个企业的老总啊 还是什么反恐标兵呢 就是说他发明的你看应用在什么地方啊 应用在监狱应用在法院应用在这个矿矿厂啊 有他的这种装置 其实所谓弱光子就是照X光 你再往下看 好 我觉得这个更无耻的表现在这就是说 他还有一种玩意叫神枪 他说这个神枪啊 能让经过的人在不知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就通过安检 他还以为是给人方便 实际上呢 就等于是你人家不告知啊 你不告知人家你听过这儿 他就已经啪哒 X光成像了 你再往下看 好 这个是这个 这家企业啊 这个启路达 安徽的启路达这家企业 他们的宣传文字 你叫他们的宣传文字 我觉得够神的 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天然辐射环境下 发育出生成长的 微剂量的电离辐射照射 能够引发人体免疫能力增强 这个 意思是我们吃完饭每天没事都应该去多走走 多照照 大宝剑应该经常照一照 好家伙 就每家的家门口啊都改装 自己家门口就每天走进走出都照照 增强免疫能力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现在少去吗 可是这个辐射实在是难以避免 你想想看我这个自从怀孕以后 大家也都说我尽量要避免辐射 可是你想第一我工作的环境 我们说这每一台机器怎么没辐射 就都说微量对吧 然后呢你每天拿着手机 你醒来第一天是拿手机 你不拿手机你就看电脑 你不看电脑你看电视 然后你不看电视到厨房我有微波炉 我尽量都离他们尽量远 但是我就说你好像断不了 没有一个时间是完全可以不要在这个辐射的情况之下 好啦 然后又有人说你不应该去坐飞机 这还不是安检门的问题 是说有人说坐飞机 说飞机的3000英尺的这个高空离辐射层很近 所以又说什么这个孕妇坐飞机也不好 好我就想那不做 就我就自己去查 又有人说他那个剂量 只是说那个剂量到达伤害 Tired的程度的话是 你一个月例如说你从台香港 亚洲飞到洛杉矶 你一个月飞五次 那可能会对你的人体 产生一定就是某一种影响 但那个影响不仅是马上畸形 但他就是那个辐射量可能是 已经达到必须要警告的一个状态 可是不可能有一个人 一个月飞五次这种长途班机 所以他们说尽量大家都不用那么担心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辐射是无所不在 好啦那不去美国去日本吧 日本也别去啊 因为东京才刚发生地震丸 可是我又在想 我有个日本同学就住在东京 他这一辈子就住在东京 他最近才刚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宝宝 人家也没事 那我就说那你这要怎么担心 然后我就去问了医生 医生就有些人就说don't worry 有些人就说如果你心里觉得毛毛的 你就不要 没有一个人有定论 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种可怕的原因 就是没有定论 你给我个定论我还可以避免 不是我可以给你个定论 是现在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啊 就两方面 因为他呢 这个机场 成都机场 或者火车站 他们也辩解啊 说我们为什么用这个 对 说实际上啊 就说这个的辐射量啊 连两根香蕉都比不上 因为香蕉里边好像还有一种东西 叫什么甲四零什么的 就是说香蕉里都有 哎 他说这个微量之微量 绝对达不到这个规定的危险标准 比如说国际上的危险标准 可能是什么一百什么好戏 微一好戏服务 搞不清大家可以去查数据 但就是说 说我们这个安检门呢 这下照你一下 就是说你一天照两百多次 都没达到那个危险标准 但是问题在于 一天照两百次都没达到标准的话 是不是就应该一天照两百次 因为这个里边有一个分界 就是一个呢 叫做规定性的预值 就是说确实 当然这个就有危险 但是呢还有一种叫做随机性的照射 就像我们在生活里 随机性的照射 这个有关的这个环保法 或者法律就是规定 当然有一个最高的原则 就是没有必要照射的 就不要照射 因为你知道吗 达到了这个 肯定就是说 可能会对健康有损 容易致癌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受照射呀 还有一种叫随机概率 这个随机概率就是说 反正再微量的照射 也会对你有微量的影响 至于这个影响呢 表现在你身上 是不是你是最倒霉 那个就很难说了 你比如他们讲啊 说这个成都双流机场 这个这个客流量啊 什么一年 什么四千多万 就是他有个概率的问题 就是受这个辐射呀 有个概率的问题 就是即便你做到了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受到这个照射都没事 但是按照这个百分之零点零一的概率算下来 那一年就有可能有上百个冤大头 碰巧他这一照发生变异了 那你怎么说呢 一照就变异应该比较难吧 我必须要在科学上讲的 但那个那个随机跟一般的区别 是不是说一个是就对一般的人 但是另外如果有些人他身体的结构 或者他的本身健康状况跟人家不一样 他也许对他就会带来某些危险 是不是这样来解释 就是有一个概率 就是有一个概率 一百个人照了可能没事 但是你也很难说谁碰巧他倒霉 再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说你你这玩意儿就是哪怕说微量没事 那也是能少则少谁闲着没事干 咱照点这健身去啊 我今天是算是理解了斗文涛的这个主持的这个策略 一上来啊问韩问难 问你怀疑事情啊 原来是奔着这个题目 这弯的绕的顺的啊 孕妇过 我对对对主持的很好 这就是他今天他来的理由嘛 他的感动的不得了啊 你会为我最后一锅转到机场去了 他关心你个人变得关心人民了 我美国现在的国安检啊 是另外一种机器你知道吧 就是举手投降的 就每个人过去啊都得举手投降 那一玩意儿跟这个若光子是是一回事吗 还是还是还是不同的东西 其实所有能够穿透你的 可以看到你身体里面东西 他一定有一种辐色 不然他怎么会感应的到你有没有进行 美国那个就是就是 每个人过关都得都得举手 然后把你看的透透的 这个啊 这我可以回答你 他所以他这个里边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911之后 美国也曾经搞这个东西 据说欧盟也曾经搞这个东西 就是你看咱们现在是过去是金属探测仪 金属就测你是金属 但不是给你X光照射嘛 你的行李可能是照射 他电脑上就成像了 所以你知道2012年美国和欧盟就都取消了 理由其中有一个就是涉及人体隐私 就是你你明白吗 在电脑上他们那这就说 说快去给我安检看美女 他实际上成就是你就穿透了整个成成像了 所以在欧洲人家还有一个理由 不光是健康的理由 还有一个公民隐私的理由 就是你凭什么看我肠子堵子 我里边你这对我 比如说我骨折过 或者我有些什么身体的一些疾病 就X光啪你就全 你凭什么侵犯我隐私呢 所以这就有一个反恐与这个 与这个公民权利的矛盾 但不管怎么说 你在中国这地方 你的公民知情不知情 你告知没告知 他有这个问题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这个社会监控无处不在 监控越发达 对监控的监控就非常非常有必要 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遍普遍的问题 那么刚才讲到一个数据的问题 这个是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我们会碰到一大堆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我们都知道 它有很多不是纯客观的 它有可能跟生产方面 比方说你投资了工厂了 你这个工厂出来的东西 要是这个数据对你不利 你就致命了 所以他们会去影响这些提供数据的机构 这不是单中国的问题 美国什么国家都有 所以这个数据的客观性 是怎么说致命的 这真的是老百姓的生命线 任何一件东西 因为老百姓这个这个知情权很很不对等的 你要去查了 手机啊电视啊这个辐射跟那个弱光子啊 什么什么辐射飞机什么 你要去查一大堆 这些数据你现在我们到百度上去查 都是互相矛盾的 嗯 所以这种时候公权力就要介入 就是说你要保障这些数据 商业数据更不要说政治的数据等等 第一你要提供权威性 第二你要有个惩罚机制 就是说如果这个数据是做假的 哪怕做假一点 因为只有这样民众才相信这个东西 你你对不对 就是你每人像打315一样 你打产品 数据的打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 你没法相信 我想旅客的不开心是从就是知情权 不只是对数据的知情权 而是从一开始 我经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器 这是更基本的 对这是最最基本的 我觉得我们都好像还没有做到 就是就是说 没事 没事你就能不告诉我 给我找X光 这叫什么情况 那我们以前我这个跑医疗线路的时候 大家很喜欢每年去做那个健康检查的时候呢 你一定也做过就是CT对不对 段子扫描 什么正子扫描 核磁共振 那也都是很高的辐射量 你整个人身体进去 那是事先跟你说好的 你没必要不要多做 刚开始对 可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这一做多少钱 然后在台湾健保又不给付 这是一个高级的所谓的健康检查 但是有没有必要每年做 这个也是其实当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也曾经引起过一个讨论 也就是说那个辐射量 就算你一年只做一次 或是有些人一年做到两次 有没有这个必要 它到你身上会被累积 就像你说 他可能不会马上发病 但你每年这样子累积 你检查个十年会不会出事情 医院永远都跟你讲说 我们是医院啊 怎么会害你呢 不会不会 但是如果你再去问辐射专家 他也是会告诉你说 能少做尽量少做 除非你X光纤见 看到了个黑影 你再去检查更细的东西 或你必须到了60岁了 70岁了 某一个年龄了 你才能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就像老师说 这个数据上 其实还是你很 这个安徽这个企业叫什么 启鲁华呀 叫启鲁达呀 就你知道吗 叫公共安全检测行业的什么颠覆者 就是他这个总经理啊 据说还是个传奇人物 还上过这个什么中央台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觉得过安检的时候 有时候会被人用手摸 哎 他就说 这很粗暴 这个让我觉得很没有这个尊严 对吧 所以我立即要发明出一种 不用这个的 那不用这个怎么能做到安全呢 就是把你透视一下 嗯 框机给你叫X框 那当然了 连骨头都看得见 你呢 但是就是这 我跟你讲 我开高速公路啊 你在香港 你在国外开高速公路 你常常会看到一个标志 就是说提醒你 这里有监测器 对 这里在监测速度 对 然后呢 很多人看到这个监测器呢 就把速度降下来 是 过一段时间前面就看到警察在拍照 对 我呢一度觉得香港的警察真好笨 你干什么速一个牌呢 对 你应该悄悄的躲在书中里偷拍啊 这个才是真实的情况啊 就像内地多数都是这样嘛 你什么时候超速了 到时候照片寄给你 你就得罚款 至于他在哪里拍 什么时候拍 他好像永远有权力拍的 这个背后是两种执政观念 嗯 一个就是你是个公民 我对你做检查的时候 我得先告诉你 我要现在对你做检查了 你犯规就是犯规 当然你也可以采取措施来避免 但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我的监视是无处不在的 我全方位体贴地关心你们啊 为你们服务 但是你什么时候来检查 现在 广东最近还出了一个政府公文 我看我 我特别注意看 说厕所等等地方不能装监视器 啊 原来装的 他说厕所浴室 不能装监视器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有成论的 那我也打个比方 飞机上的那个厕所啊 你觉得他应该 应该不应该有监视头 飞机里面啊 当然不应该啊 当然不应该了 那万一有恐怖分子在飞机上作案 他现在躲在里面做什么事情 在紧急状况下 机上的安全人员就没办法知道 飞机上的这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 你说的对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全球争议的问题 就是反恐安全与公民权利 他要权衡 但是比如说我我觉得 他理论上讲 应该是上飞机的时候的这个安检 就已经过滤掉了 你不能说在人飞机上 厕所里再装一摄像头 这个我就觉得就过了 我每次在飞机上上洗手间的时候 老师都要检查一下 我都检查一番 当然我知道我也没啥好看 对不对 然后又停这样的 对不对 看你想干什么 看我想干什么 很多人在里面干什么事 对 对 这个很多人说 没干过什么事 这一生是白活了 诸如此类也有这样 有那年春节嘛 就是从广西 就是还是飞广西的一个飞机啊 有一个民工 就现在飞机票也便宜了 就是这个打折机票 民工上去 然后呢好像半个钟头没出来 最后就砸门呢 就砸这个门 就后来说这个民工在那里面干嘛 那洗澡呢 多夸了看 不是有很多电影 我不知道现实当中有多少这个可能 有很多电影 很关键的一部分 他组装带上来的东西啊 或者他跟人打啊什么 是在这个厕所里面 换句话说 如果从那些电影啊 或实际发生情况 在紧急事件下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面 是对整个飞机的安全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有 曾龙尔 当然人家也没来咨询我的意见了 一如既往 对不对 但我想 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 就是说 正常是不能撞接时期的 但是他有一个紧急的 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装置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 比方说经过机长 跟村务长 几个人的共同决定 陷入一种紧急状态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房间里面的事情 为了全机的安全 这是不是合理的呢 我觉得 即便咱们俩男的愿意 又停了也不可能愿意 我们台湾才发生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航空公司在 大家都坐过飞机知道 30分钟要降落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说 所有乘客不要再上厕所 请大家回到座位 结果就有一个人正好在里面 他可能想说 我就上完再出去呗 总之他就一个女孩子 他就在里面上厕所 外面可能有人敲门 他可能想说 我就上完再出去 没硬门没怎么样 敲的越来越急 他就是不开门 当然因为我在上厕所 就最后一个男空服员 一个女空服员 因为女空服员 你拉不开门 男空服员想办法 就破门而入 一打开很尴尬 你正在上厕所 那个空间就这么大 那女人就告飞机了 就告那个航空公司 说你侵犯我隐私 航空公司说 亲爱的 我们已经要降落了 如果我不知道 你在里面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昏倒了 或者是说你这个危险了 所以我必须破门 那就是争议了 最后是该罚谁 你是要罚这个客人 应该三十分钟前去 他说我只差 就是我就快上完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空间 这个严格安法律 是这个女的的错 因为她违反规则在先 虽然人家打破这个门也是错 但是是因为你的违反规则在先 而且你可能危害到全机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事情争不完 但是有些事情 我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 监控其实可以 而且现在难以避免 据说英国说他们发现 40%的监控器来自于中国 他们最近在讨论国家安全问题 对不对 但是更重要的是 对监控的使用 比方说我们的同行 都在讲一个问题 现在内地很多大学的教室 都装监控器 那这个有的说全部 但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很大部分就 那么我就问了 我的内地的同行了 我说人家在你教室里 装了一个监控器 你讲课的内容全部被监控 你会不会不舒服 有很多人说没啥 我讲的东西这个都都可以看 你们去看好了 但也有的人说那我们也没办法 我不想评论这个装置对不对 但是我只想说最重要的是 怎么限定这个权限 来用这个监控的东西 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这个要不说就得讲到 有的时候民主的价值 它是需要的 有些问题需要公众讨论 有些问题需要利益相关人 就说我们愿意 甚至咱公投啊 我我乐意为了这个 搭出我的一部分自由 但是你不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不可以瞒我 你不可以偷偷的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所以有些你都细节 你都不会想到 比如说你别看安检 说是前一阵啊 这个大连一个地铁站口 有一个张先生 法院已经受理了 他告 因为你看 好像我们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啊 男的安检员只能检查男的 而女的安检员呢 既是男的也能检查女的 对吗 可是你知道 有些男的也很敏感了 你算不算性别歧视啊 有个张姓张先生 他为什么 他就说他去 他说这个女安检员摸他的胸 和顺手还摸了一下他的屁股 而且他就说这个东西 就是他说他就火了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检 后来说那女的说 说你大老爷们还怕摸吗 这张先生 当时就火了 而且你看啊 我觉得张先生挺逗的 他跟这个 他报案了 但是呃 初步警方呢就说 女安检员的行为啊 不构成这个猥亵 但是呢 张先生认为这个女的啊 侵犯了他的人格权 而且他在诉状中如此描述 说女安检员的手摸到了我的胸部 我当时有明显的不适感 而且下棋有薄棋的反应 那他站上去之前 他可不可以选择就不要着 就是在开始之前 他就别要那个女安检员 其实照理说是可以的 那他可以 他可以辩解说 他不知道他会这样摸我的胸 你怎么会不知道 安检一定会摸到你的身体呢 一定的 不是当然人家那个 安检口的那个人就说 说是人家拿安检仪摸了一下 可能是有响动 觉得是不是有金属 人家才摸了一下他口袋 说你这男的你以为自己是宋仲基呢 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 确实 不是我认为这个张先生 我很支持他 他体现了一种相当较劲的文明观念 男女平等 就是对吧 就是说 这就证明 你如此的要尊重公民个人意愿 就即便你把我摸舒服了 也得是在我个人意愿下 你明白吗 要不然舒服了 你为我好 你也要事先告诉我 你不能说你悄悄的 你说你是为我好 你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对 但是对我们实际上我们是不知道的 他那个反应 我觉得也忒敏感了点 是吧 对 中国的飞机的那个体检 真的不算什么 我去过厉害的 从印度到克什米尔 他们事先说有警告 会有多次的按摩 后来我还是惊讶 有事想准备的情况下 还是惊讶 怎么个摸法 那就是按摩 那徐老师可能是 这就是按摩 你可能是奔着这去的吧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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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